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风车剧团透过演绎挪炸 巧妙结合古代神话和现代的时事梗 古今融合搭配精心设计过的桥段 剧情轻松挥斜 让现场与会的观众会心一笑 那这一次三十年之后 为了要回到最原始的子风车的初衷 就选择这部戏这个戏来演出 这个戏经过三十年之后 除了原来我们子风车的班底之外 我们加了非常多的年轻人 舞台设计还有动画 还有各方面的细节 都请年轻人加进来帮我们一起来做 子风车剧团日前惨遭助容 近三十年的珍贵布景与道具 几乎全毁 损失惨重 如今可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 继继续把用心制作的作品带给大家 这跟每一个人人生一样 都是经历跟痛苦 然后一定要努力去想办法 去弥补所有的过错跟缺失跟灾难 那台湾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然后不管如何 就是说那种共同支持的意愿 跟那个爱是可以支撑 至少我个人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吧 艺术总监小野表示 这出戏要说的 也廊括了我们从小到大 都会遇到的人生难题 去学着克服 就像子风车重新站起班 绝对值得观众 带着家中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前来观赏 小野表示 三十年前他带着儿子女儿 看过挪诈闹龙宫 这次也将带着四个孙儿孙女来看戏 一直以来 什么时候用到一个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用小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用小孩子的眼光看戏 小孩子的世界永远是没有疆界的 子风车期盼 更多人一起把艺术以爱的种子 搬进孩子的生命 让缤纷的色彩 丰沛孩子的童年 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 都很希望能够通过子风车的演出 带给小朋友美好的文化回忆 也在小朋友心中 能够撒下文化的种子 但是心田里面撒下文化种子 挪炸闹龙宫 受到全台观众热烈回响 剧团除了再次感谢观众之外 也会尽力争取中南部演出机会 并评估户外演出条件 希望未来能将传统部队戏 与现代剧场的巧妙组合 带到各商市区 让全台湾的小朋友 看见剧场性的变化和想象 人间卫视王建国邱奇恩 台北彩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